台灣的蔡英文總統注射當地首支 自行研發的新型肺炎疫苗 台灣今天起為民眾接種高端疫苗 蔡英文早早在公眾接種時段開始之前 率先去到台大醫院、醫學院、隔體育館打第一針 而療藥一個月之後打第二針 高端疫苗由台灣藥廠和美國國家衛生院合作研發 利用基因重組技術製作出病毒表面的突刺蛋白 從而誘發人體產生免疫反應 但由於未進入第三階段測試 當局沒有公布疫苗保護率數據 只是說疫苗的中和抗體數據 和台灣早前獲批注射英國的阿斯利康疫苗相約